我來那個謝謝一下YT的種類來 謝謝這個是誰 HC WC上5030只會選擇論述講自己有利的事實和方面其實從來不專注指出為何對方不對 講不過就另說其他這這點是蠻厲害的 來公花林5030掛全球專家會整 掛號全球專家會整 來 Bill提問教授在美國挺中國統一有沒有受到學校或政府的壓力 Peter來這個網友問一個提問 你在美國挺挺統一有受到任何學校的壓力嗎或政府 沒有沒有是這樣子因為 美國就是在這個中國統一問題上啊 跟我觀點很像的那個教授有不少 包括你們可以到油管上去找一個教授叫做David Kong 大衛康他是美籍韓國人 在南加州大學 他的觀點跟我觀點非常相似 跟中國統一問題上 我待會可以講一講如果有時間的話 好好好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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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Kong好 來那個大粉紅在嗎大粉紅不在好來那我就先接一下我看看誰 嘿 這個好了 來 MYM上 MYM MYM一次 MYM MYM 喔來上來了 MYM你開麥 MYM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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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M幾歲哪裡人 30歲西安人 30歲西安 西安的網友 西安 西安 西安30歲的MYM MYM 你現在開始我這個 你想問教授什麼 我先祝賀捷克 破10萬粉 然後未表成益 我給捷克受眾粉絲們送出一份大禮 這份大禮是在大陸看不到的一個東西 是毛選的毛澤東選集的第六部和第七部 講述了58年比較困難之後的故事 然後在大陸沒有發行過 那你要怎麼送 我想 我直接網絡放鏈接放電子版 然後 因為我相信海外很多人都比較討厭共產黨的這一段歷史 那麼我希望大家能去看看毛澤東在這些時候的 這些文件批判他們主要是工作文件 去學習這段歷史究竟 消失的這段歷史究竟的原貌是個什麼樣子 因為工作文件是不會作假的 當時就已經收錄好 但是最後沒有 我會放在你discord的房間裡頭 待會兒我分享 那那個是直接免費的直接點擊就可以看了是吧 那個 對我的網盤我會在網盤用網盤的方式來發的 但是網盤可能掛我會好吧 然後 那我今天上來 我請那個管理員 我跟管理員講 管理員你幫我把 等下MYM他發的那個連結幫我置頂一下 讓大家能夠看到那個連結 好MYM你說 然後 今天特別有機會能碰到一些 比較專業的人 我是想問一個 美國內部的問題 因為兩岸關係 有關美國的立場問題 最後都是會在於美國 內部的一個政治態度問題 我是想聯繫 之前有 馬克米利將軍 就是美國參謀聯繫會主席的參謀長 美國總參謀長 軍事一號人物 他在川普 和拜登選舉的時候表達出了一種絕對理性的態度 還有相關的 我就是我關注的 在沙漠風暴打薩達姆那場戰爭的那個最高指揮官斯坦利 他在有關於 一些 芝加哥大學的他的那些訪談 還有 我們熟知的 史爾曼 就是最近去年在跟中美關係特別緊的 以前的前國 前國 美國國 富國 氣候特使 還有 再還有就是前富國 博恩 博恩斯 他們這一派人就是 他們聯合起來組成的是美國政治 政治的 就是第二階段的一個 梯隊的聯合人員 但是他們在 有關學術的問題 就比如說 像教授來自美國一個知名的政治大學的政治系 他們在 政治就是在學術上面的交流都表現出了絕對的理性和客觀 尤其是 史爾曼 他作為一個美中的對話小娘 他們對於 中國有過 中美 中日韓的維安福問題也講得頭頭是道 但是在他制定政策的時候 這些人就是我剛講的這四位 他們在學術交流的時候都表現出了絕對的 學術涵養 和這個 中立的政治態度 但是在他們 從政 他們自己也在 從政或者說做一個政府的執行者的時候卻 沒有 很好的展現出來 就比如說 從拜登 特朗普上任到拜登這一年為止 美國政府所展現出都是一種 不斷的一種 獨斷霸道單方面的 極具主觀性的 否定客觀現實性的一種 行為 包括言論和行為 但是 缺乏學術性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 在 他們 在學術上的時候都有 深深的 造詣 但是在他們執政的時候卻碰到如此的困難 最後都不可避免的 就像一種極為粗暴簡單的民粹 符合民粹行為的這種行為 是美國內部 有什麼 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 不可名裝的力量在阻止 這些頂層的政治人物 在展現出他們的最理性 或者最正確政治的 政治正確的 客觀的一面嗎 好 Peter 你的問題問得非常的專業 而且非常好 是這樣子的 比如說 現在拜登總統任命的 對華大使 原來是哈佛大學的 肯尼迪學院的教授 當然他以前在國務院工作過 包括副國務卿 他原來在哈佛大學教過書 好 你剛剛問得非常好 為什麼說他們做學者的時候 能夠 遠觀 八方 把各種情況都講 而且非常學術的討論 講出來 沒有意識形態那些語言 沒有政治化的那個語言 非常對 但是他一到了政府崗位上 他臉馬上就變 比如說 駐華大使 他在任命他以後 他要到國會參議院去聽證 要由參議院來正式批准他的任命 所以他要去見參議員 在參議員的時候 他叫伯恩斯坦 他講的一些話 我聽了他的一些話 我就覺得 這跟他做學者的時候的話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告訴你是這樣子的 他因為要面對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 在國會裡面是高度政治化的 這樣一個政治機構 那他 比如說 博恩斯坦也好 薛美也好 他如果說在回答美國的記者提問的時候 他肯定會被美國的現在的 那個政治氛圍 所影響 另外 拜登團隊裡面也會跟他們說 你在跟記者跟國會議員說話的時候 你盡量靠向他們 用他們願意聽喜歡聽的語言去說 因為這是美國國內政治的考量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馬上今年的11月份 是美國國會的中期選舉 所以你在這個中國的問題上 你講話講得越強硬 你更容易討好那些選民 同時也不會被共和黨 這個議員用來做文章 是這種情況 但是具體到 執行對華政策的時候 他們肯定的做法又會不一樣 所以說在我們 學國際關係 我們講這個美國對外關係的時候 有兩種政策 一種叫做 宣誓性的政策 就嘴巴裡面說出來的 這種政策有的時候經常 有很多那個 比如說水分在裡面 有很多政治性的語言 意識形態語言 另外還有就是 實際執行中的政策 所以說在看中美關係的時候 還是要看實際執行中的政策 是這樣子的 所以就是說 你剛剛的問題 要解決 就這樣解決 美國特定的政治形態 這個選舉制度 所造成的 我把這樣說能不能 到你的問題 我理解了 是美國他自己的這個政治生態環境所影響的這些人 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 是嗎 對對對 是這樣子的 那 我再補充問一下 因為他們 你說你說 不好意思 對包括台灣 我現在聯繫起來 包括台灣 聯繫起來 我們 最經典的就是特朗普 他是一個最頂層的政治人物 他可以渲染 渲染民意 就是他可以用自己的語言 或者個人能力直接 決定這個政治 美國的政治生態環境 是一個怎麼樣的環境 那麼我剛才 講的就是他們 本來就有很強的 背景 就是美國參謀長在他們之前的任內 不說拜登政府 一是前參謀長兩個副國務卿 一個 私心上將 元帥 他們在政治 在拋開現在的就是 拜登之後的任職 對華政策的兩個 一個特使 一個外交官這個任職 排開之間 他們本身在 政局內是有一個 很大的分量 一個大佬 那麼在 面對國會的時候仍然 選擇了這種向國會妥協的地頭 那麼有沒有可能 可能性 就是說因為 我們現在 要求的 理性 你說你說你繼續講 美國 我可以拋開 他的這個 歷史形態的一種 因為我資料的查閱已經證明了 他們已經證明了 比我們超乎想像的深刻理解 他們可以 理解我們的想法 那麼有沒有可能性 就是出現一些 出現一些什麼 他們用他 剛才能 通過一種方式或者某種方式 能打破這種 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像國會妥協的循環 你本身就是 這個政治環境的 那個頂層人物 不好意思 打破這種現狀 他們本身就是政治 你的網不太好 你再簡潔講一次你的問題 好不好 我聽明白他的問題 這些政治人物 他們本身就是特別有實力的 他們是政治層的這個頂層人物 就是 臉面人物 他們有沒有辦法去打破這種 惡性循環 就中國和美國之間的 惡意螺旋 因為惡意螺旋 剛才 您教授 您的推理 惡意螺旋 是來自於國會的 民粹 民粹環境 那麼就是關鍵是 有沒有能結束這個民粹環境的問題 因為他們本身就很有實力 對吧 從我們的邏輯上來想 他們 可能不會受到這個環境困擾 我的問題就是這樣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 要打破現在這個美國的大環境 就是一個 這個反中 這個大環境 光靠這些人 在頭面上 你剛才提到這些全國務卿 又是 參謀長聯繫會議主下這些人 其實光靠他們還是不夠的 現在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 美國 當時我要說 我在加劇 剛才講的 駐華大使 在國會的講話的那個說法 跟他自己本人做學術是不一樣 我說是為了政治目的 他才這樣去做的 但這樣會有產生個很不好的結果 普通老百姓 台灣也會說 你就是這個觀點 反而會強化一種反中的思維氛圍 說他們這些 精英人物有沒有能力 扭轉現在美國社會的這種情況 這個可以說是 你要說有可能 也有可能 那叫很長的路 但是你要說他的能量一下子能扭 也蠻難說 因為這整個 美國社會氛圍造成的 美國社會氛圍現在造成的 因為美國現在是完全失去 我個人認為是失去自信了 因為他多少年他都是 在國際上 他是獨怕 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 他獨怕世界 但是 長時間 侵蝕中國 他覺得我的技術轉讓給你中國 你也學不會 所以以前 他在技術轉讓方面 美國還是蠻寬鬆的 但是後來現在最近十年突然間 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 和軍事和科技實力 處於緊噴的狀態 現在把整個美國 這個精英階層 政府和政府外的 包括智囊這些人 他一下子傻眼了 有這樣一種 所以他心裡很難調解 再加上中國大陸 這個經濟對實力上升 比如說 大家都知道的 現在原來美國是世界上 最多的國家的 第一大貿易夥伴 但他這個位置已經 被中國大陸遠遠的拋下去了 所以他整個美國社會有一種 這種焦慮感在這裡面 所以說你剛才提到這個意識形態問題 好像 但是實際上 意識形態從來都不是 美國對外政策的最主要的關注點 美國的外交有四大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 這是他的第一目的 第二目的是維持美國的經濟繁榮 第三目的是 在國際上維持和平 就是有利於美國的和平 第四點 在國際上 推動美國的價值觀 就在全世界宣傳美國民主 也就是意識形態 但是這個推動美國 這個價值觀 在比如說推翻人家政府 換成民主政府 這其實 這個目的 並不是真正是為了意識形的 為了推崇美國的民主制度 所以台灣有很多人說 我們是民主陣營的一部分 美國絕對會為我們來說話 這個根本不那麼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美國的實力地位 是不能夠維持 美國以前支持了多少獨裁政府 比如說錢斗換政權 南韓的 中美洲南美洲那些軍人政府 不是因為你是民主政府才支持你 不是的 是他的實力問題 所以說 剛才回到你的問題 所以說這些 前參謀長聯繫會議 還有其他一些高官的 這麼有影響的人物 他的考量是怎麼樣 來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 所以都在這裡 最重要的 所以影響力有限 影響力有限 剛剛Peter你講的幾個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點 就是維持美國的霸權 我的理解就是 老師的回答就是 他們是知道自己在說謊 他們也知道 一個謊言的真相 與領導者悲懇之間的關係 但是他們心甘情願地這麼做 以國家利益為目的 就是一個霸權核心的國家利益 對目的做 他們也很心甘情願地說了這些話 是這樣嗎 但我加劇 應該身不由己吧 是 但是具體到川普就不一樣 川普還有另外一個 他個人意識在裡面 川普會講一些話 對吧 明顯的是不合乎邏輯 沒有科學根據 對不對 沒有事實的支撐 但他會這樣說 他這樣說的很多目的 也不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完全是為了他個人的政治利益 舉個例子 比如他老在說什麼中國病毒 功夫病毒 對不對 甚至說 中國大陸 疫情是故意的隱瞞了 傳到美國 然後他又講武漢實驗室的問題 如果他真正的那麼關注 武漢實驗室的 安全問題的話 你完全可以私下通過你的科學家 跟中國的科學家 來很嚴肅的談這個問題 然後一起來解決問題 沒有必要你在公開場合 向你的選民去說這些問題 你對你的選民說 你就叫誤導選民 讓選民覺得 你才是代表美國 為美國說話 對抗中國的人 所以說這就是 一個就是說 有些 很多我覺得 美國的官員 包括 剛才你提到那些 國務卿的 他們的確是考慮 美國的 整體的國家的利益 在這裡面 但是 具體到川普 具體到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 他討論的更多 是他的選民的利益 我對中國強硬 我就能有選票 所以這非常複雜的美國國立政治 跟那個 這個 美國的國際政治 糾纏在一起 好 非常謝謝 Peter 也謝謝MYM 你的問題 對民意的 好 謝謝 謝謝你 MYM 謝謝 好 剛剛聽Peter 你講分析 美國的問題 我覺得 跟台灣大概有87分像 非常想像 大概 好多問題 也是差不多是這樣子 台灣得了這個叫美國病 大概就是這樣 好那個 Peter你稍微等我 大概一分鐘 我去上個廁所 好不好 我很快 我很快 你也喝口茶 稍等一下 可以 可以 我去上個廁所 我去上個廁所